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刚刚到了香港,刚刚落地香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也看了一下 在香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 最主要的是这个的,万象区块链的 这个Hashkey,Hashkey Group 万象的一个Hong Kong Web3 Festival 在12号到15号,早上9点到下午点 在这个香港会展中心 然后除此之外呢,有很多很多的Sidey Event 看见几乎APEC这边 特别是中国人、华人这边都来到了香港 一些比较大牌的有什么Web3 香港破晓东方的Forsight Ventures搞的 对,Forsight 2023,他们都是一个系列吧 什么顶级网页啊,都是Forsight搞的 还有Forsight的一个黑客松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我看一下 对,你看11号就这么多活动的 包括阿里云啊,也赞助 这些Cloud Services 看到Web3的机遇,也进来了 波卡 还有,看11号就这么多活动 还有什么Web3 VC太平山之夜 这个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过去 好像不需要Book 还有什么,我看看 还有这个竹浪,对吧 Over the Moon 圣锐杰 等等等等,有很多的 我看11号就有好多活动 然后12号 12号也有很多活动 对吧 你看12号,你看不停的啊,都是活动 到时候我会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做一些talk,做一些workshop 当然啦,也可能有些活动参加不了 什么币安之夜 币安之夜 到时候让他们邀请一下 看看,找一下币安 湘江之夜 什么的 特别多的吧 13,14,14号 然后15号应该是最后一天 15号应该是最后一天 后面什么20号还有 好,这个是未来一周都会在香港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了解一下整个币圈 整个crypto 整个blockchain 特别是中国这边 对吧 大陆应该是以香港为窗口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整个的生态怎么样 我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吧 然后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不能够在香港不能参与的话 我会拍一些短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 行,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最最关心的就是上海升级 对我们币圈来说 最近4月份的最大的事件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 4月12号 以太的香港升级将会进行 进入了倒计时 Shepala 我们之前说过了 Shepala是有两个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上海 上海和Kapala 上海是客户端 是client Kapala是共识机制 这边应该是客户端 上海 共识层的就是后端 应该叫做Kapala 所以他们加起来叫做Shepala Shepala将4月12号 UTC这个时间 那也就是中国应该是在4月13号 对吧 加8嘛 4月13号的凌晨 也就是验证者呢 能够将从ETH 从信标链中撤出 那这篇文章呢 就说了啊 整个抛压 我已经看了一下 和大家总结一下 总结来说呢 抛压不会很大 对吧 不会很大 然后呢 并且呢 这边也说了 当它Shepala升级完成之后 并不是那些大的协议 马上就可以释放 包括Coinbase 对吧 他说要在24小时之后 才会处理提款的请求 这个Coinbase是 质押当中非常大的一个 一块 那最大的是Lido STETH的持有者 他也说了 Lido协议呢 要在5月中旬 进行升级之后 才能提取质押 他就是说 虽然是以太坊 已经升级成功了 但是Lido这块 你是拿不出来的 对吧 到5月份才可以拿出来 包括Rocky Poo Rocky Poo 也到4月18号 Rocky Poo也是非常大的 仅次于Lido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LiDV 对吧 LiQui 什么LiQui 什么LiQui 那个叫什么 Li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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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king Li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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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数的33% 对吧 还有27% 通过Coinbase 中心化 又有60的人 通过LSD进行质押 所谓的LSD 就是Lido Rocky Poo 等等 还有一系列 中心化的 只有27% 他说根据Nason的分析 对吧 大约有59%的 处于盈利状态 就是那些把以太 作为去质押 作为Validator的 这群人当中呢 有59%的呢 是赚了钱 赚了钱 那么可能早期就质押了 对吧 他们的筹码的成分比较低 所以这部分呢 可能会进行一些抛压 对吧 就套利啊 套利 Nason估计ETH升级之后的 抛压呢 在120万到300万 每之间 对吧 由于呢 每日的提取数量限制 这个过程呢 将会非常的缓慢 就是一般性 要全部解决这个抛压呢 要到三到八周的时间 对吧 三到八周的时间 这是Nason的一个估计 也就是他说 第一阶段是多少 第二阶段是多少 第三阶段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在整个他们 我们直接看结论 整个从Sepala升级时 ETH质压 脱离不确定性的风险 并为ETH质压上呢 铺平了道路 从某种制度上 可以退冲 对冲掉这些抛压 对吧 目前ETH的质压率 只有15%左右 而其他Post呢 都在50%到7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等到Sepala升级之后 对吧 我们前期进去的人 都是为了去 追逐热点 对吧 现在不管怎么样 还给你 给你个7%到9%的回报 所以以太来说 是很高的 但是你进去的 前期充ETH质压的人呢 很明显是有风险的 风险就在于 你取不出来怎么办 对吧 但是等到Sepala升级完之后 那整个质压和取钱 整个都打通了 那对于这些大户来说 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些基金来说 或者是一些 那些传统的 就是以太大户来说 他们觉得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以太 都放进去 对吧 这个是有好也有坏 总的来说呢 这篇文章呢 说从2015年以来呢 以太的流通量呢 持续降低 就是在交易所的流通量 只有10% 90%的人呢 都是在自己投资者的钱包里面 或者质押了 或者质押了 说明了 大家对ETH的长期表现 充满着信心 包括我个人 我也对ETH充满 表现充满着信心 对吧 他说呢 超过2230万个地址 超过了0.01个以太 等等等等 包括衍生品 对吧 就是合约 在合约上面呢 几乎是 期货溢价在5%到10%之间 等等等等 表示交易者缺乏信心 被认为是看跌指标 总的来说呢 上行和下行的概率相当 通过期货的表现来看呢 就双方 做多和做空的多空 双方 是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没有人特别看多 也没有人特别看空 对吧 没有人特别看空 这是整个以太的分析 我们来总结一下 4月12号 4月13号 北京时间4月13号的凌晨 大概三四点钟 对吧 就会迎来了Shepala 如果Shepala升级成功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 把你验证节点里面的以太取出 但是呢 你如果是通过 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对吧 那这个可能要等几天才可以 如果你是通过LSD 就是去中心化 类似于LIDO 类似于Rockypool 你可能要等几周 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去慢慢的取出 取出呢 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全部取出 全部抛掉 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所以说呢 每天的抛压呢 是有限的 这个过程呢 将会非常的缓慢 所以呢 综上总结 对吧 就是整个抛压呢 应该会有 但是不会很明显 对吧 包括整个市场啊 对以太还是长期的看好 还是长期非常的看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这次出现明显的下跌 就绝对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买入的 一个绝佳的机会 对吧 但是绝大情况下呢 应该以太还是比较稳 可能是小幅下跌 跌到1700啊 然后又慢慢的涨回了啊 这个过程 如果以太直接跌到15001600 绝对是一个买入的过程 买入的机会 好 我们再看一下 Bankless又发文了 对吧 4月9号 就刚刚出来的文章 2023年呢 有5个加密货币的叙事呢 非常的强劲 我们来看一下哪5个 我已经看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流动性质压啊 就LSD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随着上海升级 对吧 到来 这个LSD非常的火爆 非常的火爆 LSD非常好用 那冲在最好的就是Lidl 然后是RockyPool 对吧 还有什么Stakewise Frags Straider 等都大幅上涨 Straider大幅上涨 没怎么涨啊 稍微涨了一点 从1块钱涨到1块5 OK 都是捕捉到他们将什么资金的流入 第二个呢 是NFT File NFT File 但LSD当中还有一个SSV 对吧 还有什么Redacted Cartel 等等等等 第二个领域呢 是NFT File NFT File 最近比较火的Blur啊 都属于NFT File 对吧 PseudoSwap 什么Caviar 这些都是NFT File 但是NFT现在经历了一波非常冷清的时候 NFT非常的冷 我们直接OpenSea上看价格就知道了 非常的夸张 但是兄弟们你们敢买吗 Stats 我们看 你看Stats对吧 这个什么Milandamaker成为了交易量第一 Doodles现在地板价就2.85个仪态 最高时候大概15个20个仪态的地板价 跌了90%以上 因为NFT没有流动性 要跌这么多也挺难的 说说 然后The Other Side 1.5个仪态 对吧 几乎创历史新低了吧 好像 之前一直在1.8左右 然后你看克隆X对吧 就2.84个仪态跌破了三个仪态 Moonbirds 3.21个仪态 非常的惨 还有那个猴子呢 BAYC BAYC都没有成交量了 是吧 Channy 看一下 Channy不行 BAYC 为什么看不到呢 现在是60个仪态 对吧 地板价 60个仪态 非常的 而且这个60个仪态 这个还不错 这个不是这种垃圾猴 看上去还不错 跌的真的好惨 跌的真的好惨 虽然这个兄弟当初买来只有0.3个仪态 他现在是60个仪态 有人出价57.8 10万美金左右 10万美金 确实跌的很惨 跌的很惨 好 总的来说NFT是非常的惨淡 整个市场 Blur也没能救回NFT 包括我们可以看Blur Blur跌的也很惨 一直在五毛钱左右 一直在五毛钱左右 这个是NFT的一个叙事 对吧 那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叙事 比较好的呢 就是永续DEX Perpetual DEX 那其中最强的就是什么 GMX DYDX 对吧 还有什么GNS Quinta 这个好像被市场慢慢的给认可 本来大家都是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做合约 现在有一部分人开始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做合约 而且交易量还挺大的 交易量还挺大的 游戏 游戏这一块 说实话 2023年 我没有感到有太大的热点 除了表现比较好的Magic IMX之外 对吧 其他的Ronnie和Gala 就涨了一波又开始跌了 整个游戏 因为整个赛道的基础设施还不够 所以我没感觉到整个游戏有太大的爆发 但是游戏 说实话 哪一天如果赛道基础设施足够了 肯定会爆发 肯定会爆发 当然游戏这一块永远是资本追逐的热点 对吧 什么Epic Games啊 等等等等都进来了 最后一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叫做On-Chin Treacherie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当初DeFi Summer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随随便便一个DeFi项目 你进去质押都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 对吧 这个之前在低利率的环境下 在撒钱的情况下 传统的银行可能是给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DeFi里面随随便便就百分之十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DeFi里面呢 像稳的项目呢 就给你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对吧 像AV啊 像Curve啊这种 对吧 就给你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对吧 现在呢 传统呢 由于美国疯狂的加息啊 整个世界都在江西 为了抗东涨 国债的利率呢 已经超过了一些最安全协议的农场收益 对吧 所以说呢 有一部分人呢 说能不能把这些USDT USDC换成美金去买国债 对吧 这个 就变得 比如说什么 Alder Finance 就提供了从DeFi内部访问 代币化的美国国债的方法 或者是去买传统金融里面的一些债权 对吧 因为传统里面存银行的利息反而被在DeFi上面更高了 当然前提是最安全的协议 你要去冲突狗 这个就不一样 好 这个是Banklist的最新的五个加密叙事 确实2023年 我个人非常认同的就是LSD和这个Prepetual 对吧 永续啊 Prepetual 这两个确实非常的好 好 那Arbitrum基金会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 Arbitrum最近他们做的事情对吧 被很多人在骂骂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有机会看一下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12张图 来解读加密行业的强劲的三个月 第一个就是USDC脱毛 对吧 这个这个 然后币安呢一直被FID的 一直被起诉 但总的来说 三月份啊 整个链上的交易量增加50% 对吧 比特币增加48% 以太坊增加62% 然后呢 稳定币的交易量呢 也增长了47% 这是跟那个 硅谷银行爆雷有关 然后矿工的收入呢 大幅的增长了20% 达到了7.5亿美金 然后以太坊呢 三月份呢 继续疯狂的销毁 对吧 因为链上的活动越多 以太坊销毁的越多 三月份呢 销毁了 9万枚以太 对吧 相当于1.5亿美金 然后NFT市场呢 明显下降 对吧 跌幅高达26.32% 我们知道两月份已经很冷了 两月份因为blur啊 稍微反弹了一下 但三月份呢 又开始冷下去了 对吧 然后blur呢 交易额呢 超过了openc 6 Sax的交易额呢 在三月份增加7% Sax呢 有所复苏 然后币安呢 是78 币安你看 遥遥领先 所有的人 对吧 所有的人 币安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 遥遥领先 所有的人 第八啊 灰度的gbtc呢 开始 交易量增加了 增加了67.6% 对吧 我们都以为 灰度要死掉了 没想到它就做反弹了 第九啊 整个大家开始开仓了啊 没有平仓的变多了 第十对吧 平仓 未平仓啊 开始增加了 对吧 第十一啊 这个期货的交易量 对吧 开始增加了 以太增加了32% 大家又开始做合约了啊 第十二 比特币和以太的期权 持仓量都在增长 对吧 大家都在开仓啊 大家都在开仓 就整个在链上 大家感觉三月份 是一派 欣欣向荣 复苏的景象 对吧 但是呢 比特和以太呢 也没有冲的特别高 虽然是有一波 非常不错的回拉 对吧 从爆雷的发展 到现在差不多涨了个 从两万对吧 一万九 一万八到两万八啊 也涨了差不多 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对吧 还是挺牛的啊 挺牛的 行 最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游戏啊 原宇宙现在很冷 对吧 原宇宙的时装周 出席人数暴跌 百分之七十六 和和之前相比 从十万人啊 下降到两万六千人 然后和这个 roblox和堡垒之夜的热门游戏 每天有上千万用户 相比呢 这个差的真的很多 对吧 差的真的很多 所以说这个GameFi啊 还是非常早期啊 非常早期 行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整个视频 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 从明天开始呢 可能有很多的香港的会议要参与啊 所以说可能不能及时更新 但我们会以短视频的形式啊 带给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啊 这里是韭菜兄弟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对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同时呢 下周呢 我应该也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把这个Notion分享给大家 就在下周某个时间吧 这个分享给大家 好吧 行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 这里是韭菜兄弟 记得点赞 Peace host 证 和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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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